肩部训练计划 如果你是后竖中竖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前竖较为发达 那这个训练计划一定很适合你 第一个动作绳索灭拉 那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激活30D后竖和肩绣的外旋肌群 那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充分的肩关节的水平外展和外旋 一共做四组 每组12到15次 第二个动作是一个30D后竖的一个复合动作 一个绳索的高位划船 那这个动作要注意两点 第一绳索和身体的角度呈90度 第二要采用宽握距 这样的话方便主关节在肩关节的相同高度做水平外展 这个动作做四组 每组12到15次 第三个动作是蝴蝶肌单臂的反向飞鸟 这个动作相对于双手的蝴蝶肌反向飞鸟 三脚肌后竖拉伸程度更大 并且给三脚后竖以持续的张力 这个动作每侧都做四组 每组12到15次 第四个动作是针对三手机中速的哑铃测评举 那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 不要使用一个过小的重量 一定是竭尽全力的完成12到15次的收缩 注意整个手臂是属于微曲的状态 不要弯曲过多 接下来是绳索的单臂测评举 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顶峰收缩和离心的控制 左右两侧各四组 每组12到15次 最后一个动作是史密斯的杠铃坐姿推肩 那这个动作作为前述唯一 也是整个肩膜训练的一个收尾动作 一定竭尽全力的完成大重量的训练 这个动作一共做四组 每组10到12次 ab期待 afft训练 late 轻 飞 blank